大家好,今天呢我想给这一颗蝴蝶兰呢上盆 这个蝴蝶兰当时呢,它的花已经全部卸了 然后超市的人呢也打算把它给低价给处理掉 所以当时呢就搞了两颗回来 这一颗呢当时它的这个状态呢不是特别好 可以看到它的每片叶子的前端基本上都被我剪掉了 因为当时那个超市的人呢 他把蝴蝶兰丢在了那个户外 现在多人多的天气呢外面还是有点冷的 再加上前段时间又有下雨下雪 所以呢它的叶子前端呢有一些腐烂的迹象 我就把前面所有有一点点发黑的腐烂迹象的 那个叶子的尖端呢全部把它给剪掉了 它的根呢总的来说呢还是OK的 也没有说特别的糟糕 我已经把它的蝴根修剪掉了 这一次我选择的植料是一个混合型的植料 因为呢我想让它更透气 所以呢一部分是水苔 一部分是这种混合的稍微颗粒大一点的 里面有火山石 陶莉 木炭 珍珠盐 就是一些比较常用的兰花用的植料吧 然后呢混到一起 然后增加它的植料的透气性 我先把这些植料给浸湿 让它有一些水分 稍微浸湿就好 不用说泡太久 让植料呢就是比较潮湿的这样的状态 我们在种之前呢也要先选择一个合适的盆子 那么一般来说呢现在真是蝴蝶兰生长的季节 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打算给它种一个比它原先呢 要稍微大个大概半寸至一寸这样的一个盆吧 这个盆呢我选的是一个五寸的盆 然后我们种之前呢要先把它放进去看一下 合不合适 放进去当然是这样的还是挺合适的 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空间 所以说呢还是可以够它接下来一段时间长新根的 好当我们选定了用什么盆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种了 那么大家要注意的是种的时候呢不要种的太低 也就是说这个根根茎的这个底部呢不能太低 但是呢也不能种的太高 因为太高的话太多根没有种在这个植料里面 这个蝴蝶兰植株也是很不稳的 也是不太好 这个根茎的位置呢大概就是在这个边的 这条边线的大概这个位置吧 我们大概选好位置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种了 种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说 不要把它的根紧紧的挤在一起 然后把水苔在外面包很厚的一圈 这样是不太好的 正确的做法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原先呢 从植料里面拿出来呢它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球形 因为它是包着这个植料一圈去长这个根的 所以呢中间呢我们是要把植料像以前那样给它塞进去 首先是先塞在中间的这个部位 塞成一个球形的 然后呢让这个根呢能够基本上包裹住啊这里面的这个质量 如果还有空的地方呢就继续塞 蝴蝶兰的根呢喜欢种的比较紧 它不喜欢呃就是说 比较空给它一种很不稳的感觉 但是也不用塞的过紧压的太紧就是正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紧度 有一点点呃缝隙能够给空气流通 但是呢又不要说缝隙太多然后植料太少 像这样呢它中心位置呢基本上就是包好了 但是呢可以看到它有些根有些地方之间还是很空的 那么这些很空的地方呢我们就再塞一些 让它的根和根之间呢都有植料呃填充 这是先是呃放中间的这个位置 那么中间的这一个位置这个植料呢差不多呃塞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呃小心的这样子放进这个盆里 好 这样子呢基本上 它的一个位置呢就差不多固定了就定好了 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上还有很多空隙 对吗还有很多空隙那么我们就要继续有耐心的往里去继续塞这个植料 一次不要太多一定要小心的去塞 由于呢我们还放了一些这种稍微大颗粒一点的植料 所以呢可以稍微这样拍打一下盆面或这样震一下盆子 然后让里面的植料跟散布的均匀一点就是让它往下走一点 把一些空隙呃给前上 然后这一边呢看一下大概就种好了这一侧 然后看看侧面是不是没有那种非常非常大的那种啊明显的空隙没有填上 好这边就差不多了 然后再转过来种一下这一面这一面还稍微缺了一点 再放一点进去 尽量的呢把根里根之间的空隙呢都塞上植料 但是注意呢就是不要塞得太紧 让它以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去填充就可以了 不用刻意去塞得很紧 因为水苔它本身可以压得很紧 所以如果说你太紧的话呢 它就会塞得太多了 这样的话不便于它的那个透气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也基本上塞好了 基本上没有那种非常非常大的空隙了 另外最后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能把它埋得太深 然后把根茎也埋一部分进去 这样的话是不利于它的这样的一个透气性的 尤其是根茎这个部位 露了几根根出来呢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根都种进去 如果太多的话呢可以考虑拿一点出来 这样稍微检查一下 看这个根茎的位置呢并没有说完全的种进去 好了这样我们这一盆呢 蝴蝶兰呢就上盆成功啊 那么最后一步呢 就可以把它叶片上这些 掉上去的这些细细的水苔呀 一些杂质啦把它给弄掉 然后可以用那个纸巾再把它擦拭一遍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我们的套盆里面啦 本节视频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呢请给这个视频点赞 想和我一起学习养兰知识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记得打开旁边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再见啦